大家好,今天介紹一隻德國製造的德國品牌,Larko 講一講背景,1925年已經有這個品牌 如果講到做飛機師錶,Larko 是其中一隻最出色的品牌 而今個月出了這套新款 有兩個尺寸,左手面是42mm,右手面是38mm 錶面做了一個灰色面,襯托出白色字 看上去很簡潔和順眼 還有時分針做了一個藍鋼針,要很高溫才能做到 我們看看做了這個拉絲打亡的錶殼 再配以洋蔥滴就很容易交時間了 Larko 手錶分針和秒針特別做得長,很容易對準時間 而錶扣做一個按壓式的雙重保險扣 打開再看到一個厚橋,很紮實,不會變形 錶面和錶底做一個藍寶石水晶玻璃鏡,我們可以說防刮花 透視面見到8系的Miyota 機身 新版可以手上鏈,加自動,也可以蚊停錶 除了鋼帶之外,做了水泥灰的皮帶 皮帶做到雙釘,更有飛行錶的元素 摸上手,針皮帶很有質感,做得很好 錶帶都印有德國人手製造 大家再看看Larko 的超強勁藍夜光 今次我們都有一個超想教給大家 如果鋼帶的工價是4090,我們至少3000頭可以買到 而皮帶的工價是3690,2000多元可以買到 有興趣的標迷可以去找我們 今集介紹到這裡,下集見! 在 quot甩電,我們還是令人化 三桶 既然大家可以見到 我們會稍後 我們會做這些 全消息 先別